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陰謀 既然是陰謀,當然沒有答案 既然是陰謀,當然有很多疑團 我只是想將這些疑點列出 又得大家自行判斷是否相信這個陰謀 夏威夷無伊島的山火瘋狂燒了六天,終於停了 新聞所見,小島好像被炸彈狂轟一切化成灰準 原本的人間天堂已成為恐怖煉獄 過百死亡數字仍然不斷上升 還有千多人失蹤,二千多棟建築物被摧毀 島民除了葬身火海,亦因為猛火的圍攻無處可逃,被迫跳入大海 於是,無伊島的海面亦布滿浮屍 美國官方形容,無伊島整體性被毀滅 是美國現代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 災後,當然要深入調查大火滅島的原因 官方的說法就是大風吹塌了電纜 引起火災適逢遇上颱風 再將火勢急速蔓延,導致毀滅性破壞 但風風火火後,災民和夏威夷原住民提出憤怒的控訴和質疑 令這場大火淘添陰謀的味道 2.1,任何災難總會見到有人救災的畫面 但今次無伊島的山火比較奇特 燒了6天,大家很少見到救火救人的畫面 在夏威夷駐紮的美軍其實有6萬人 近在紙赤有美軍基地美國海岸警衛隊 他們在火災發生後,完全按兵不動 不參與任何救援 由得大火瘋狂燒了幾天幾夜 2.2,夏威夷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戶外警暴系統 但在最需要它時,就全部同時失靈 再問說,大火發生時,市內沒有一聲的警暴 大家都是靠手機上才知道火災 很多人不知大爛臨頭都走避不及 2.3,無伊島是夏威夷著名的度假勝地 美國很多富豪都在那裡買了別墅 今次巨災的火蝕就好像閃了眼 被焚毀的區域主要是原住民和平民百姓的居住地 富豪的別墅區幾乎毫無損傷 2.4,當地居民對記者說 美國一些大型企業一直想開發無伊島 成為有錢人的度假區 不斷來這裡向原住民收地 但因為價錢不合,談不上 沒多久,無伊島就發生了滅島式的山火了 一個叫做夏威夷住房的未來的非毛利組織負責人 就向美聯社的記者說 很多來自美洲大陸的人都用高價在這裡購買房屋 某程度上取代了這裡的原住民 現在無伊島西海岸一套普通住宅 售價已上漲到100萬美元 一般原住民根本無法承擔 根據福布斯之家的資料,夏威夷居民 平均要將收入的42.06% 用在租金上 比例在美國所有州排行第一 於是越來越多,夏威夷原住民 被迫遷到其他地區 2021年人口普查 夏威夷原住民只剩下30.9萬人 而來自美國其他州外來人 反而有37萬 譚香山市議會主席Tommy 本身是一個夏威夷原住民 他說 沒有夏威夷人就沒有夏威夷 但令人難過的是 夏威夷人已經負擔不起在夏威夷生活了 2.5 早前有人再次鼓吹夏威夷獨立運動 聲稱要脫離美國的統治 然後這裡最美的旅遊島就毀了 講完疑點,也講一下美國對災難的反應 由受災程度和死傷的數字來看 今次大火的災難程度 其實不比911低 但美國本土的新聞 反而沒有什麼轟天的關注 美國總統拜登 在夏威夷哀紅遍野時 仍然按他原定的計劃 去了達拉華州的海灘度假 有記者請他對災難表態 但拜登竟然無情地說了一句 不予置評 當地居民氣憤地說 沒有看到聯邦政府帶來什麼幫助 來幫他們的人基本上都是志願者 美國主流媒體關注的 竟然是失蹤那3,000多隻寵物 重點報導了一隻貓被拯救的過程 悲劇之下,疑點重重,有沒有陰謀呢? 是什麼陰謀呢? 大家各自思量吧 但利益之下,政治之下 人民永遠都是被犧牲者